断供安卓系统,谷歌如今却一反常态,游说美国当局延期出口禁令到底是为了什么? 华为鸿蒙系统被指有能力一夜之间将安卓扫除中国,是真的吗? 自美国颁出禁令封杀华为之后,每个高科技企业纷纷断供华为。 不过最近,却发生了一起十分稀奇的事情,断供安卓系统的美国谷歌公司正在游说美国当局延迟该禁令生效,甚至要求完全豁免华为。 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前不久,谷歌因经历问题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,安卓系统权限不再对华为开放,也就意味着华为的下一代智能机无法拥有使用应用程序和服务,其目的不言而喻。 而面对美国人的釜底仇心,华为显然早有准备。 华为相关负责人于成东当即透露,自己的鸿蒙系统最快今年秋天,最晚2020年春天退出,一时激起千层浪。 百度、阿里巴巴、腾讯等国内互联网生态巨头第一时间开始与华为沟通,共同测试鸿蒙系统。 而中国几大手机厂商都派出专业人员入驻华为。 更有分析指出,华为将会在100万部手机中测试鸿蒙系统。 如此规模也说明系统已经基本成型。 在大规模测试后,对反馈进行一些修改即可。 而面对华为的突破重围,谷歌明显感到了威胁,才会急忙向美国政府游说,要求延迟禁令,并积极向华为示好。 实际上,从目前的消息来看,华为从安卓系统的弊端入手,推出的新系统采用的是自研的方舟编译器,将大幅提升手机应用性能。 而一旦投入使用,安卓系统将完全陷入劣势,被打入到低端。 有分析指出,如果华为愿意将鸿蒙系统开放给其他手机厂商,并可以通过刷机应用上鸿蒙系统,那么这就不是下一代手机抛弃安卓的问题。 而是原有的手机都会导格相向,手机换系统就能提升性能,相当于一分钱没花,手机却升级了。 用户的选择不言而喻,而谷歌的安卓系统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扫出中国市场。 美国的这些手段也让国外一些企业产生了危机感。 欧洲已经在制定处理器计划,自研芯片增强计算机的自主可控能力。 而谷歌作为以广告为主营业务的公司,一旦安卓系统被扫进垃圾箱,谷歌自身的生存问题都会有巨大影响。 如今看来,似乎美国禁令制裁的不是华为,而是美国自己的企业。